創立一甲子的台南東城醬油 產品主打古法釀造 但是周都踢爆是跟大廠來購買基底醬油 那麼對此呢 業者也坦誠的確購買了醬汁醬料 來當成原料在製 但是絕非混沖 只不過這樣說法呢 依舊無法取信收費者 今天一大早看到不少人前往去退貨 而台南市衛生局在前往工查 稽查之後 發現呢 東城在15項產品當中 有7項產品標示為釀造 因此現在也要來化驗調查 是否真的是釀造產品 一天設計的標示不實 就會以食安法查辦 消費者搬來一整箱 還沒有吃完的醬油 一早就來到東城高雄營業處 等著退貨 一群人排隊退貨 他們幾乎都是東城 幾十年的老顧客 一直以來信任廠家 沒想到竟然涉嫌欺騙 相當失望 老品牌東城醬油 創業超過一夾子 標榜古法釀造 甘純未美 因為被選為藝人林志玲的伴手禮 一炮而紅 卻被踢爆 用了萬家鄉 還有高慶泉 兩家大廠的基底醬油 經過再製後貼上自家標籤販售 業者坦承 因為品項繁多 設備無法應付 才會採用同業產品彌補短缺 台南市衛生局 也前往工廠進行稽查 東城坦承 購買其他大廠基底醬油 但15項產品中 卻有7項標示為釀造 衛生局將化驗其中的總蛋含量 查明是否真的是釀造 如果標示為釀造的話 它應該以植物性蛋白為原料 發酵而成 而且總蛋量應該達到 每100毫升0.8公克以上的條件 待檢驗報告出爐 如果有涉及標示不實 將醫學安法第28條處辦 雖然東城強調 產品絕對不是混沖 但從今天開始 還是在全台四個地點 接受消費者退貨 而公司幾十年累積的信譽 也在這一瞬間搖搖欲墜 記者SNG小組綜合報導